前两天调查局的基层丢出了一份 叫做自评的摆棺行术 来帮主管打烤机 说有的人是只会抽烟泡茶聊天 有的人则是和同人站在一起等等 其实调查局才刚刚发布 新的人事异动名单 结果马上出现了这份摆棺行术 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哥了 所以说调查局难道换了新上任局长 真的能够扭转他们的形象吗 就表示蔡总统对调查局 完全的不信任 现在这个局长已经是蔡总统 第三个调查局长 五年多的第三个局长 都不是调查官继承身上来的 都是检察官去空降的 那为什么蔡总统要安排三个检察官 陆续的空降到调查局去 他要控制住 所以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 盐宽恒在中二选区是怎么面对 检掉的这个 你看到宜兰县长 缤分这么多路 然后你看到之前的这个 东洋也好 联雅也好 他们做疫苗的 做这些被搜索 高端就没事 好 ás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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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喽 对